我們觀察以色列說委長開始拿六十歲以上的 史大來駐第三個疫苗 這也是全世界第一 駐第三個疫苗的國家 柬埔寨是開放十二歲到十七歲的少年 駐疫苗 在金融市部是報道說 輝瑞跟莫德納和後面所簽的 最新的客戶 說兩款疫苗都起序了 在以色列大廈特朗維夫 哪十歲以上的史大人 除了白天當年要註冊 因果有新的註冊記錄 有風車 最怕到第三個有風車 因為甲金所愈來愈多 發現疫苗的報告率愈來愈一樣 以色列是看在美國食品 有不管理局配準 出第三個有風車 各位進行行主 自從發生已經以來 以色列九百三十萬人口裡面 差不多五十七百人 出過兩支有風車 的人說是全世界無法 總理本來特工 已經有兩千位接受七十人 出過第三個有風車 並沒有出現嚴重的不良歡迎 柬埔寨今天 進行比幾六百歲 十年到十七個青少年 加在這北斬 出中國的可行有風車 當時在這北斬菜 開動這個年齡三年 出現機會 目標是在這十一個進行 出兩百萬人 總理洪生也宣佈 因為五十九一百萬人 在這政策空間的臨灣 出第三個有風車 能夠爭 還要爭 如果主要中國 國教會才是可行的人 第三個應該 出AZ有風車 在路過來也一樣 根據金融四部的報道 有請輝瑞跟莫德納 跟有風車的建設提款 在資料裡面有 作品一遍到後面簽的合約 裡面寫著輝瑞 出每一支有風車 八萬十五塊半 起到十九塊半 換算代表是六百五十塊 要若莫德納每一支 出八萬十九塊 調管到二十五塊半 換算代表是八百五十塊 要若莫德納每一支 能夠爭農部撒兵 恭喜新聞 吳玲玲彬佩儀